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我国的军队与日本的军队之间 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 而这其中 有一场会战成为了中国 自遭受日本入侵以来 对我国军民造成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 同样 这场会战 也是国共两党不计前线 共同谋划的第一场大型战役 更是中国在进入抗日战争以来 规模最大 参战人数最多 波及范围最广 兼敌数量最多 耗时最长的会战 这场战役 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 速胜的企图 更是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抗日战争转折点 为中国军民点亮了 抗战胜利行星的第一个火把 接下来 就让我来带领大家了解一下 这场发生在1938年下半年的 遍及安徽 河南 江西 湖北四省的武汉会战 在当时 由于日军攻陷了南京 一股鼓吹速胜的风气 在新华日军中飞速蔓延 有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还记得 日本曾扬眼 要在三个月之内 全面侵吞中国的狂言 这般不知所谓的狂言 尽管在与我国抗日军民们 不屈不挠的战斗中被打碎 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对我国的寄予之心 却并没有因此而熄灭 反而在南京失险后 再一次燃烧了起来 并且 由于国民党军队 在松湖战场的失利 导致作为重要物资运输港口的上海港 落到了日本的手里 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调整战略 将战略物资的运输 改到了广州市的广州港 再通过粤汉铁路 走陆路输送到内地 国民党的这一策略 更加大了清华日军 想要尽快攻占武汉市的决心 在当时的清华日军看来 只要侵占了武汉市 就可以以武汉市为屏障 切断并掌控铁路 只要掌控了铁路 就等于是切断各地军队的 占领物质补给 如此一来 清华日军就只需要 坐等着国民政府 把投降书送到他们的司令部了 清华日军的算盘 打得倒是响亮得很 可我国的抗日军队 也不是吃素的 国民政府在徐州实现之后 就已经针对武汉市 这座国之重城 做出了部署 1938年5月份 当徐州会战结束之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为了增强各军的指挥机构 和作战能力 决定以武汉市为中心 调整整个战区的作战序列 并且在进行了军事调整过后 还将武汉市 纳入了新设立的第九战区中 并用国民党设立的 第五第九两个战区的军队 牢牢地把武汉市保护了起来 此时的武汉周边 已经集结了包括空军 海军在内的14个集团军 50个常规作战军团 总投入兵力达到了 惊人的110万人 同时国民党军队的调动 也被清华日军获制 清华日军当即纠集了 日军第二第十一军 九个师团 约140个大队 针对武汉市进行了布局 根据统计 此次会战中 清华日军 一次性的战役中 25万的兵力 6月11日 武汉会战的第一枪 在安庆市打响 这支七夕安庆市的日本军队 来自台湾混成旅 由日军陆军中将 波田中一率领 在当时 波田支队从乌湖市速降而上 趁着11日晚上的大雨 在一夜之间 就击溃了川军 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的部队 这一仗 着实打了国民政府 有些措手不及 蒋介石在得知 杨森一夜之间 就把安庆拱手向让之后 气了大马杨森 亲戚名称滕小友邦 而杨森也觉得很是无奈 与他在同一战线的 第26集团军 在日军第60集团的攻击下 溃败的不成样子 很快就将川军 第27集团军的侧背 暴露在了清华日军的火炮之下 当波田中一 率领着手下的清华日军 攻下安庆市之后 则接从安庆市内的长江段 达成海军舰艇继续袭进 并在短短的10天左右 就抵达了位于江西省 马当镇的江房要塞封锁线之外 马当镇的江房要塞 不同于其他地段的江房要塞 它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 耗资无数 并在国军的手底下 由国军经营数月 其坚固性根本无庸置疑 当蒋介石 在德制攻下了安庆的波田支队 已经抵达了马当 江房要塞封锁线时 认为马当镇的制作江房要塞 再差 也能将清华日军的脚步 拦上一个月 况且 长江在马当段的江水中 还有着数不清的水雷 沉船 以及人工暗礁 直接就断绝了清华日军 以海军舰艇强攻的可能性 并且 由于人工暗礁的存在 日军海军扫雷艇 根本就无法在江上 展开扫雷工作 在马当 江房要塞附近驻守的 第十六军司令为 李运恒 以李运恒 在1920年至1935年之间的 领军表现来看 一个军 打一个由海军力量辅助的支队 根本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大才小用了 可直到清华日军 从陆路贴近马当 江房要塞时 李运恒 还拉着一众军官 和当地的土豪相声 喝得烂醉如泥 要不是驻守在江房要塞 核心阵地的汉军陆战队 第二大队坚持齐全 在其总队长 报长义的指挥下 打退了波田支队组织的 三次集团性重逢 马当正的江房要塞 就等于是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面对着波田支队 来势汹汹的攻势 海军陆战队 第二大队总队长 报长义知道 自己指望不上 第16军的元首 直接一个电话 打到了远在武汉市的 谢哲刚手中 谢哲刚 丰毫不敢耽误 不仅立刻将电报 发给了蒋介石 还向蒋介石 提出了空军支援的申请 蒋介石在收到电报之后 立马给 正在田家镇视察工作的 白冲席下了秘密 白冲席通过 布防地图上的位置 联系上了 位于彭泽的第167室 要求第167室 师长薛卫英 立刻率军支援 为了能够更快地 抵达马当镇战场 白冲席还特意交代 薛卫英 沿公路进去 这个时候 李运恒一个电话 打到薛卫英手中 下达了一个 和白冲席 有所冲突的命令 李运恒要求 薛卫英率部 从小路 向马当镇方向进去 这一下子 让第167室师长 薛卫英犯了迷糊 但碍于李运恒 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并且他本人 对白冲席 还有些个人意见 就选择了 拼从李运恒的命令 走小路进军 毫不意外 在马当要塞核心阵地 坚守了长达两天之久的 海军陆战队 第二大队 已经到了 弹尽两绝的地步 还没有看到 第167室的影子 为了不至于全军覆没 总队长 报长意只能向令 放弃马当要塞 等薛卫英 率领着第167室 抵达马当镇 波田支队 已经在马当要塞中 重新修筑起了防御攻势 就这样 原本以为 当远在成都的蒋介石知道 马当将防要塞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就被攻占之后 蒋介石立刻责令陈城 必须要把马当重新躲回来 可此时 波田支队 已经完全熟悉了 将防要塞的防御要点 任国军如何进攻 都依托着要塞 坚固的一级国防战备攻势 顽强地扛了下来 面对着已经无可挽回的战况 陈城不得不下令放弃进攻 全军退守彭泽县 而彭泽县 却也在接下来的战役中 对波田支队 联合日军 第1060团攻占 此时 陈城再度想住属在湖口县的 第64军 传达了反攻彭泽的命令 可第64军的司令 李汉魂 是个单于佛教哲理的文学家 在与日军进行的 几番拉锯战中 不仅没有收回彭泽 防倒是把湖口县也丢了 面对着几乎不堪一击的国军 早已疲惫不堪的日军 竟然在湖口县 安然无恙的修整了十几天 7月22日 又一个江坊重镇 九江市 在波田支队 联合第1060团的进攻中失险 至此 武汉会战的战斗 全面倒向了对国军不利的一面 整个武汉会战 从6月达到了10月 真正的决定了 武汉会战 被誉为抗日战争 转折点的关键性战役来了 7月26日 清华日军 全面占领了九江市之后 并分三路 绕向了德安 南昌 并准备长途绕袭长沙 切断约翰铁路 日军第1060团 是由日军 陆军中将 松浦纯太郎率领 在协助波田支队 打下了长江南安的有力局势之后 在9月20日左右 被派往德新 瑞武方向进军 几天后 日军第1060团 就直接遭遇到了 以薛越为指挥中心的 第66军 第67军 双方经过了短暂的交锋之后 薛越意识到 在汪家林这片铁瓷矿 在短暂的矿场丰富的土地上 1060团已经变成了无头的苍蝇 于是 薛越第一时间 向四周驻军 发布了调令 调来了十余万军队 将第1060团 牢牢地包在了保卫圈中心 10月10日 日军第1060团 被第九战区 代理司令长官薛越 在万家岭圈间 万家岭战营 一共打了12天 日军第1060团 被击毙1万余人 整个师团中 逃出去的 也就只有寥寥二三百人 万家岭一战 一举激发了 我国抗日军民 血脉里的勇武 尽管由于后续的追击不及时 导致日军卷土重来 并以齐袭广州的策略 获得了侧面的胜利 从而顺利地侵占了武汉士 但万家岭之战 还是在我国军民的心中 埋下了一颗 渴望胜利的种子 可以说 如果没有这次万家岭之战 面对着势如破竹的清华日军 总有一天 我国抗日军民的心态 会被活生生逼到崩溃 可就是这么一场 和平行关大姐 坦而庄战役同等级的战役 就像是武汉的地形优势一样 以三足典礼之势 撑起了中华儿女 为胜利付出一切的决心 这也是为什么 武汉会战 会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 抗日战争转折点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